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能说是国策的调整 因为一般整个政策 策略执行方面主要是总统白宫的责任 但是在立法 在一些调查 在一些权力制衡 在一些立法的铺垫和准备 这上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调整 非常重大的改变 并且因为这个众议院 至少对这个总统的力量 也是一种制约 也会对这个总统白宫的政策 会有一些相当大的影响和约束 甚至会能会 如果他们弹劾拜登的话呢 可能会改变这个白宫的主人 那您能介绍一下吗 就是可能准备会做哪些事情 会影响到哪些重大的这种政策的调整 对 它这个有不同的版本 我听大家介绍一下几个版本的 就是说新冠上任三八火 三八火是什么 这是中国人的说法 但是美国人他只能说有几个重要的 三八火有的说是要削弱议长的掌控权力 这可能是一种 现在已经做到了 对吧 还有一个是避免调查福奇 调查那个 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Dr. Fauci 还有一个是中国问题进行调查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事情已经开始有一些进展了 现在也成立一个跟中国竞争委员 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委员会的 还有的说法是说要确保这个国家边境安全 那个就是川普的墙啊 就是保证边境安全 我们知道现在这几年 拜登这两三年来 有几百万人非法移民已经进入了美国 并且左派民主党在试图给这几百万人打赦 给他们身份 就是很快就会有投票权 还有一些涉及到美国的30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 什么怎么样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个很多人关注的 就是那个 拜登政府准备雇佣8万7千名美国国税局的持枪的 武装的那些查税官员 这个蛮令人分开 是吧 当然还包括就是要弹劾拜登 这是他这种不同人说法 不同看法 但是还有一点呢 他这个政策走向是在于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谈判经历了15轮谈判 这个实际上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为什么很好的事情呢 我们知道他这个麦卡锡作为这个议长 他实际上是 他也确实需要 有时候跟这个民主党要有些沟通 有一些妥协或有一些沟队 他才能作为一个党派代表 所以这个对很多共和党 共和党 强硬的共和党的一个议员来说呢 他们认为他跟这个左派走得太近 实际上他们也在希望这个 利用这个机会 就是说来纠正他 辅正他 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 因为这个20位就是说不支持他的 反对他 开始反对他的一些共和党议员呢 都是那个最坚定的保守主义的力量 也是坚定的反击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 这些20名共和党议员呢 都是我刚才我说的就是 最坚定的保守主义的力量 也最坚定反击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力量 也是这个最坚定的川普和川普主义的支持者 他们实际上这种抵制啊 背格也好 这实际上都是软的了 不是真正的那种抵制 但他利用这个机会 我认为呢 他在帮助曼卡西呢 站稳脚跟 明确了他的使命 临界了共和党人的使命 可以成为真正的保守主义者 也就是因为这些 这20个人的那个坚持 他们呢 实际上跟这个麦卡西进行了非常 三天的那个闭门谈判 闭门谈判 这个谈判很多也有些记录了 他就终于达成了这个协议 达成协议的话呢 最后他们这些人呢 实际上很多就投票的时候呢 虽然没有去 虽然没有支持麦卡西 但是他们决定投票这个present present就是说 有点类似于放棄权票一样 就是说 我来了 I'm present 我在这儿 你到了一场了 是吧 但是我不投你一票 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把它降低了这个门槛 本来麦卡西需要218票 才能当选一场 这样呢 现在216票呢 他就当选了 当选了以后呢 现在下面还有很多那些举措 我觉得都是非常重大的 你比方说有一些要那个平衡预算的问题 这是传统的那个 传统的老手派的策略 你民主党呢 就是他要大肆的花钱 就是大肆的花钱 大政府 所以平衡预算的话 就是你政府没那么钱 不让你再乱花钱 还有设置众议院的那个任期限制 不能无限期任期下去 像普洛西 我们知道他作为众议员 已经连任了不知道多少时间了 30多年了 还要加强边境 加强边境安全 对吧 川普的墙啊 之类的 还有提升债务上限与缺陷 开支相匹配 因为美国政府没钱以后呢 他就要提升他的这个债务上限 但是呢 任何 有的时候有时候没办法 你比方说 这个温逆来的话呢 他一定会导致美国国债增加 你提升上限的时候呢 但你一定要同时做出一些 就是说 削减开支的 匹配的削减开支 这个也非常好 但美国就不过这个赤字继续增加 还有什么这个预算案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政府 刚刚通过一个1.7万亿的预算案 四五千字的这么大的预算案 几千页 就是说 几千页的这个值 让他们就是没有时间读都没有签读就通过了 这个是非常不负责的 以后你要把这种超大预算呢 跟12个一样分别表决 这样他们不会给这些官员 这个利用这个黑箱操作 这个腐败的机会 还有什么要比方增加川普主义者的权利和参与啦 那法案呢 必须在七十两个小时之前要走到 还有调查这个政府部门的政治 政府部门的政治武器化 就把政府部门作为一个司法部 曼天大军作为一种政治的武器 就是这都非常非常这些很积极的 我认为是这种打击社会主义 打击左派势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些调整 这个国策调整这些呢 肯定还会继续进行 还有一些比方甚至对乌克兰的援助 也可能会被重新考虑 然后呢 对拜登的调查 现在对拜登这个 我们现在看到对拜登这个机密文件处 主不当这个问题 通常比起这一件事情 现在已经开始热起来 连拜登的司法部长也不得不出来说 他要开始调查 当然我认为这个司法部很可能是有一点 有点怎么说 能为与筹谋 得为他自己打算 为他们自己打算 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 共和党呢 他们那个比较有一个 刚才我提到的一些 一个议程呢 就是调查政府部门政治武器化 就是指的司法部外 别沦为政治打击的工具的问题 现在他们是想这个 想正视自己 给自己洗清 表面你看 我也敢调查这个拜登的麻烦 拜登的违法 所以会出现很多很多 非常有趣的事情 2023年会这个 要么美国政坛会非常 非常的紧张 还有一点我认为整个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川普主义者的胜利 川普的胜利 你知道吗 其他几个其关键的人物啊 那个 那个 Matt Gates 就是佛州的那个众议员 是吧 后来最后实际上就是川普 这个电话 给一些关键人 打个电话 他们就接受 接受 我记得有一张图片 流露出来了 就是 马上 马上 他 他 拿一张 拿个手机 手机上面写的显示呢 有一个人打进电话进来 把这个电话呢 给那个 Ed Gates 还是给 McCarthy 我忘了 就是给他们 然后 那个电话上面呢 就是 那个来电显示那个人名字呢 写的一个 是写的一个DT 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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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Donald Trump 就是川普 所以那个 这显然是这个 川普在关键时刻呢 实际上是在 在 在 控制了 共和党 这也非常好 或者是 他实际上是一个操盘者 我觉得他是 可以就说实际上也是个川普主义者的胜利 还有一个 所以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 那样 大家有朋友有兴趣的 可以看看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60年 噩梦 剑去 美国国会 归正 开启 就是美国 60年的 共产主义的噩梦呢 现在在 慢慢散去 然后美国国会呢 的归正 归为正常 回归保守 和正常的 这个路线开启 为什么说60年呢 我这个旗帜 我这个文章里面呢 提到这个 美国 共产主义 在美国的发展 其实美国的很早 你猜在美国 什么时候有美国社会主义党 和美国共产党 嗯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对 其实像1877年的时候 一批英国的 德国的 然后犹太人 来美国的 一个呢 就成立了一个 叫做 美国社会主义劳动党 嗯 就像北朝鲜的 劳动党 然后1901年 1901年 1901年 就成立了美国社会主义党 1930年呢 是美国共产党 就开始出现 嗯 30到40年代呢 国际共产党 共运呢 有一些个 有一个大的内斗 就是 涉及到那个 托尔茨 托尔茨 托斯基派 托尔茨脱派的问题 那美国的共产党 也陷入内斗 我提到的一点呢 就是说 50年代的时候呢 50年代的时候呢 50年代的时候 有一个 麦卡锡主义 可能很多朋友知道 麦卡锡主义 中共呢 对这个是非常痛苦的 说麦卡锡主义 打击美国共产党 然后呢 也扩大了打击范围啊 上次很多左翼的那些文人 他知识分子 这个麦卡锡的打击 他是一个联邦参议员 这个打击让这个 美国共产党 1950年代 十年一决不振 但是我说的 有意思一点呢 我认为这个以后 人们可能会重新评估 这个麦卡锡 当年 打击美国共产党 的一个奴隶 就是我觉得他受了很多 什么的冤枉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整个社会主义 和共产党在美国呢 实际上在60年之后呢 又开始越来越激烈 我想提这个有趣的事情 是60年前 这个打击共产党主义的人呢 在美国那个推手呢 是叫麦卡锡 他叫Joseph Raymond McCarthy 然后他是一个 来自威斯康辛的联邦参议员 60年后呢 现在领导和主导 美国打击社会主义的 是另外一个麦卡锡 这回呢是 Kevin Owen McCarthy 是一个 来自加州的一个众议员 且上一个麦卡锡 是1957年去世 这个麦卡锡呢 是1965年出生 反正你 这是一个甲子 过去呢 这个 就有一些新的轮回 蛮有趣的 当年那个麦卡锡 我们也知道 后来他是 寓意不乐了 他被这个 他自己的党给 给那个整肃了 然后呢 壮年呢 就去世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你看 我提到两点 就是说 其实上1920年代的时候 美国就有社会主义党的 总统候选人 当年这个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 叫Eugene Debs Eugene Debs 他获得了近100万张选票 100万张 那2016年 就是川普总统当选的一年 这个在民主党初选里面 有一个桑德斯 他就公开声称是 民主社会主义候选人 民主社会主义 桑德斯 沃尼桑德斯 他获得了近 获得了1300万张选票 从1920年到2016年不到100年间 这个 从100万人到1300万人的支持 还有最近美国有个承认民调 虽然57%的人 对资本主义有正面的看法 但对社会主义有正面看法的人 居然高达41% 所以这个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美国的 这个 渗透和突击是非常大的 但现在很好 我觉得 美国国会开始 归正 川普主义 开始抬头 就是说 对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打击 应该是正式开始 川普总统当然就说过 美国永远不会出现社会 变成一个社会的国家 那接下来您觉得是这个对拜登 剩下这两年的执政有什么影响吗 我记得之前您好像谈过 就说众议院他只是提一些 就是提案之类的 那参议院才有好像最后的 比较重要的这种决定权 我可能表达一个误望 不是这样 他这个美国任何一个法律的通过 都必须要两院通过 所以呢 这个法案比较说 可能是众议院先听出来 然后呢 参议院必须有他的参议院的版本 有时候参中两院的版本不一样 他们还要互相协调一下 再重新通过 参中两院都通过了呢 总统还要签署 才能成为法律 就是这个立法呢 需要两院 但是这两院呢 也有各自不同的那些作用 不受自动的权力 参议院呢 对这些很多人士呢 有这个任命权 比如说最重要的呢 就是这个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 这个只要参议院通过就可以 不需要众议院 但是其他很多 其他那些呢 就需要很多这些内阁官员呢 就只需要参议院通过 但是那个 众议院呢也有很多权力 众议院可以实施呢 开发开启很多调查 你比方他们一些 对川普的一些调查 那现在马上 对这个 对总统的弹劾 也必须由众议院发起 一旦这个弹劾立案了以后呢 需要参议院作为一个 参议院作为一个陪审团 来决定是否弹劾成功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们两院有不同的角色 参议院很关键的一个调查 或者就是说 调查的一个就是非常 非常非常非常关键 比方说 咱们现在开始调查 这些司法部 是不是滥用权力的问题 拜登啊 他儿子啊 那些很多荒唐的事啊 或跟乌克兰资金的 很多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 虽然它不能用立法 但是它只要调查出来 就有国会的听证 做出国会的报告 或者是调查出什么 如果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可以转移到司法部 也可能会让政府官员下台 所以它会有很多将权 他们已经开始准备要弹劾拜登了 这毫无疑问肯定会出现 那现在这个拜登又出现了 新的麻烦 他把机密文件偷偷带回家了 放回家里什么地方 车库里啊 还有一个办公室里面 私人办公室 还有他儿子的问题 还有他这个可能会设计到2020年大选 可能很多其他问题都会出现 这个对拜登这两年执政的话 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首先他自己可能白宫位置物保 这是有可能的 如果坦克遭到弹劾的话 他至少会让他疲一奔命 再一个呢 就是说很多事情 他因为没有众议院的通过的话呢 参议院也没办法通过法律 所以呢 那拜登也没办法那个 就是签署法律 所以这个 这个 基本上那个拜登是 后两年这个是非常 一个颇角 颇角压 颇角压一样的总统 也是 另外您刚才特别提到了 就是现在已经成立了一个 关于中国的特别 就是这种专责的委员会 这对中美关系 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吗 这个当然中共已经表示 非常的愤怒 我们反对 你知道 但是美国 各 众议院已经是 大比分的通过 只有六十几个人反对 六十几个人反对 我们注意到 其中有三个华裔 议员的 那个 反对 这个我想这个事情 大家都会记录 记起来心里面 那这个实际上会通过调查 这个委员会的名字叫 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委员会 这个就是要希望就是把这个 这个 在经济问题上 战略问题上 怎么样 就是说 会削弱 就是说 取消这个中共 对美国这种侵蚀和影响 所以这个是非常 会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他们通过这些 这些委员会的调查和报告和建议 会直接产生 产生对中国政策的改变 还有一点就是说 美国虽然有两党的纷争 但基本上两党对中国的政策上 基本上是跨党派的同意 这个委员会就是 跨党派的 两党都同意的这个委员会 嗯 就是中美关系是不是就是 会恶化 是的 中美关系 肯定会变得更加紧张 更加严峻 更加恶化 这样 如果在这期间 比方说 下面两年再出现一些 台海问题 或其他问题 有些问题的话 这个肯定会出现更多的 一些恶化的事情 这次我们续建访 能够进行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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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